而我和水星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也终于在磕磕绊绊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心人 而你呢 你找到你的真心人了吗 我 或是梦见刷歌了吗 我一定是在做梦 什么情况 为什么屋里会有个男人 你人类都这么吵吗 你是谁啊 你别吵 让我再睡会儿 突然累死我了 怎么就累死了 你不要乱说话 太沉了 腰都要断了 完了完了 我是去后乱信了吗 快看快看 你男朋友拉着一个女的 她是不敢给我放的 渣男 还钱 死渣男 我心情不够挣钱 你现在泡妞 死渣男 臭渣男 我死都没了 是谁 是谁 我这是看到人鱼了吗 本黄是人鱼族下一任继承者 阿纳托利 水星 我堂堂人鱼族皇子被你一个不知道身材管理的人类 泪弯了腰 阿婷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你是不是还沉浸在本黄的美貌当中呢 那个 海黄 不 海黄 要不然 你把你家里人电话号码给我 我让他们接你回去吧 回去 没这个必要 我该回去的时候自然会回去 这家伙从哪儿冒出来的 我可不能让他在我家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会 你先给本黄找件衣服 我的 不然这里还有别人 还是说 你想继续观赏我的身体 早点回家哦 路上注意安全 任务没完成 我永远回不了家 这么可怜吗 那你现在能去哪儿啊 不知道 走一步 看一步吧 总会有好些人收留我的 他为什么还不管给我 看来我得射出杀手锦了 怎么哭了 眼泪变成珠 等等 什么任务啊 原来 人鱼的眼泪 真的可以变成珍珠啊 说吧你要完成什么任务 等等我为什么要帮你 我又不是开慈善机构的 你们人类都如此经常出尔反尔吗 也不是 我只是出于善良 但如果你希望我帮你 而且我们又是房东和租户的关系 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签个协议 什么协议 真是个有人情味的协议 现在我能说任务了吧 你说 我这次来是为了找到我的真心人 对 小时候 我和姐姐遇到过一个小孩 她看到了我的鱼尾巴 被我拍晕了 姐姐说 那是我的真心人 只要找到她 完成我的球机任务 我就能回去了 可是都过了这么久了 怎么找 我找到她了 她就在你们学校 你要帮本皇找到她 包在我身上 但这报仇可不定 谢谢你 这个味道好熟悉啊 别动 她都回来 你今天的钱还没赚够呢 过着等会儿 我去追啊 你跑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任务都没完成 我闻到她了 谁啊 就是那个 那个 那个 我的配偶 又安然 你前辈 别这样说人家 虽然分手了 但还是朋友们 不过 看起来确实是不如你啊 难怪 和珊瑚跟她分手 她还有些东西在你那儿 麻烦你寄到我家 我告诉你 小曼 你怎么不接我电话 是不是想看我着急的样子啊 这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礼物 回来 你干嘛 又送我礼物 我才不要 我哪点比不上她了 终于等到你和她分手 这只是今天的礼物 我以后想每天都能跟你不同的情绪 小曼 我爱你 我想天天和你在一起 不去再说嘛 我跟你说你听到没有 你别碰她 我们走吧 太爽了 看来这条鱼还真有点要不回 以后对它好点 他们在看着我们呢 别回头 继续往前走 你说那么多珍珠 你哭了多久啊 好可惜啊 光才谢谢你啊 光才谢谢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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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鞋 啊 幸好幸好 我的腿可不能被水弄湿 不然我的鱼尾巴就出来了 死人鱼 你居然拿我当水 我对你不好吗 还有你 怎么开车的 对不起啊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我看起来像没事吗 你看我裤子看我鞋 全湿了 她没事 什么情况 正常点 没事就好 我叫程希 是海洋生物专业的研究生 这个是我的电话 如果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给我 没问题 我们会联系你的 所以她真的在我们学校 那接下去你打算怎么办 接近她 获得她的三个吻 我的球迹任务 就圆满成功了 我就可以回去继承我的王位了 还要获得三个吻 对啊 这样看来 我应该是本次球迹中最快的人 真是条傻鱼 一点性别一说 你笑什么 没有 你是不相信美黄的速度 没有 那你要怎么获得那三个吻 问还不简单 一次 两次 两次 三次 紫瑜你又占我便宜 你是不想谋害本化 照你这种吻法 还没吻上去就被警察抓起来了 那你说怎么办 那你说怎么办 在我们学校 没有人不知道她 长得好看声音好听 是全校女生心目中的男神 不仅如此 她还是海洋研究专业的研究生 最近在海洋馆工作 这种长得帅 又暖的男孩子 是真实存在的吗 嘿 长得帅人又暖的人可太多了 但是 长得巨帅 人巨暖的人鱼王子 又只有我一条 明明很普通 却又很自信 却不知道你哪儿来的自信 反正有我在 这三个吻 我一定让你亲上 这笔钱 我赚定了 我想好了 三个吻 不一定要分三次 可以一次性亲三下 到时候 我们制定A B C三个计划 只要有一个成功了 你就扑上去联心三下 你的求偶纪任务就算成功了 那我们第一个方案是什么 就这儿吧 干燥 宽敞 人还少 一会儿 你就躺在这儿装晕倒塌 看到了一定会救你的 这样 你就可以获得你的第一个吻了 就 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 快快快快 这儿 这里怎么躺着个人 他怎么了 醒醒 快来人啊 帮忙叫救护车 快来人啊 你怎么站起来了 你没事儿啊 有事儿 什么情况 好了 没事的 我们还有第二个机会儿 我们还有第二个机会儿 那家伙是谁 别开玩笑啊 没开玩笑 你猜到了 我就告诉你 快点 快点 你是那个 你长得好像那个谁啊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对不起 对不起 这条啊 是员工专用的 他一定会从这里走 这次我们一定能穿 嗯 快点 快点 黄契 差点就被夹到了 对不起啊 刚才我 这次又是人错误了 还是你找我来赔你的衣服和鞋子的 学长好 我叫江小曼 我是来应聘饲养员的 那你之前有养过水生生物的经验吗 我家里有一条特别大 特别难养的鱼 天天换树 还非要住在大浴缸里 隔三差五还要吃 吃海带 吃水草 看得出来 你很喜欢你的鱼 希望以后 你也能喜欢这里的鱼 我和这些鱼 都会欢迎你的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都怪你 你跑什么嘛 害我一个人留在海洋馆 搬了五大桶鱼粮 这他那重量 我要是不跑等着被砸成鱼饼啊 都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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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是因为你 总是因为你 你这钱我赚不了 你还是走吧 其实 我留下来是为了保护你 你在门口 有猛兽 那是我们人鱼族的天敌 猛兽 猛兽在哪里啊 哇 好可爱的小猫咪 会是在说它吧 来来来 出来 小 什么 什么 开 开门 我想拿办法了 救命啊 让我进去 谢谢学长给我来海洋馆工作的机会 今天 是我入职第三天 我敬你一杯 学长 干杯 还有 谢谢学长教我养鱼 学长 我再敬你一杯 咱们还不醉 我就知道学长你酒量过 所以这杯我喝 别喝了别喝了 我喝了别喝不醉 我喝还有成绩 傻不傻 吃饭了也没关系 我知道你经历了 是你啊 我真的只好想帮你完成任务的 别说大话了 我小的时候看冬淮树里的小美人鱼 没有我的宅 就变成泡沫了 我不想你变成泡沫 笨蛋 我怎么会变成泡沫 有人敲门 来了 懒不死你 你是 你好 我是阿纳托丽月亮 水星的姐姐 她怎么来了 你好 你好 请进 水星 你姐姐来了 你怎么来了 你来干嘛 姐姐 喝水 谢谢 你跟我来 你放她进来干什么 看到她当然应该把她打出去啊 这下麻烦了 可是 她不是你姐姐吗 为什么要逃跑 她可是全世界最可怕的老虎鱼 一会儿我开门 有多快跑多快 我带你一起跑 三 二 一 混蛋 开门 帮我进去 开门 干嘛呢 抱头摸摸的 没干嘛 笑什么 你赶紧走 姐姐不走 她不走 那我就走 一言为定 姐姐 你一定要留下来 走就走 你一定会后悔的 锁上了 后悔了吧 说吧 说吧 你来做什么 我这 没有意义的事 别找我 出门这段时间 我终于明白了 I have power 我再也不怕你了 这次求偶纪考核 我 我是考核冠 别要以为个子长高了 就不是弟弟了 说说吧 让我完成的怎么样了 我刚找到的 这谁啊 是谁 你自己说过什么 心里没数吗 你还真信吗 什么 姐姐 不好意思 我需要出去一趟 你要去哪 上班啊 上班穿裙子 穿裙子怎么了 这都几月份了 别感冒回来穿上给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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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你那个真命天子吗 平时对我这么说 对别的雄星笑得那么甜 我说你还真是光长个子 不长脑子 好漂亮的水母啊 要是我家的雨 跟这些水母一样安静就好了 好 雨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不仅需要耐心 不仅需要耐心 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我准备好了 那就好 等下我带你去看笑容 如果有你喜欢的 送你 谢谢学长 还送雨 学长 我到了 早点休息啊 这个 别忘了 谢谢学长 那我上去了 晚安 嗯 你也太可爱了吧 你也太可爱了吧 好看吗 怎么了 你在外面见多了其他人和鱼 就对本人鱼的美貌 湿入无睹了 你喜新厌旧 你有毛病吗 说什么绕口令 本皇可是四千年一来 最美貌的海皇储君 你知道 有多少鱼做梦都想跟随我吗 可我不是鱼 我和你说 我今天心情很好 不跟你计较 怎么了 走什么 你不是挺爱夸人和鱼的吗 怎么没向你夸过我 我是差哪儿了 三 棋 尾巴 还是腹肌 你说 死人鱼 臭人鱼 破坏我的好心情 凡事 本皇可提醒你 重要的是任务 不然下次就不是被水喷了 是被海啸喷 我就说哪个混蛋喷了我一身水 我告诉你 你可别忘了 我去海洋馆是为了谁 海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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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没你的事 一边去 快进去 快进去 姐姐 你们两个在里面吵吧 姐姐 你们两个在里面吵吧 快去叫姐姐开门 我打不过她 那你睡地板 我打不过她 我打不过她 本皇要睡床 这是我的房间 我的床 我的床 你的床 你叫名字 你看她答应你吗 现在是本皇的床了 你就是觊觎我 我告诉你 你睡觉给我老实一点 不许打呼噜 不许磨牙 不许过剑 你别害怕 有我呢 来 握着我的手 再接受爱一个人的彷徨 好想借给你肩膀 让你大声哭一场 每当我 靠近你的时候 你总是煎熬 你认为这个世界 却都是谎 才让你的伤 处理高了模样 睡觉的时候还挺好看的 起床了 起床了 太阳晒屁股了臭鱼 快点起来 别吵 快点叫你姐姐开门 你自己叫她 我要是能找到她 我会叫你起来 你起不起 再不起 可别怪我动物 滚别闹 啊 让我再睡会儿 一起睡 啊 啊 啊 破了 你快把本花看看 开门 破了 你快把本花看看 开门 有呢 姐 姐 啊 醒醒 姐姐回家了 看在你还算乖的份上 点你个忠告 我们总会在生活中 忽略一些珍贵的东西 要认清自己的内心 说不定 你的真心人就在身边 当然 我知道你的智商不足以让你理解 所以听听就好 八千年以来最美貌的海洋公主 爱你的 宇宙无敌美人与姐姐 怎么了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我姐走了 姐姐走了 嗯 那你怎么不跟着走 日我没完成之前 我是不会走的 哇 我今天点了一些新鲜的海鲜 要不要一起吃的啊 不吃 你不吃 我吃 这虾花也太嫩了吧 味道太好了 这个也超级甜 超级好吃 超级好吃 你那个好吃吗 本皇的早餐不都是这样吗 不错不错 不愧是下一任鱼狂继承人 吃的真不一般 吃的真不一样 你走路怎么不出声啊 我要是出声还能抓得到你 本皇只是觉得 这些海鲜那么容易坏 我就都不能浪费 又哪儿去啊 你把这些都给收拾了 你让本黄收拾 本黄就不收拾 小曼 最近有一个保护鲨鱼的展览 你要一起去看吗 小曼他不去 你是 小曼呢 他在洗澡 你是海洋管带谁谁吧 小曼不保护鲨鱼 跟你有什么关系 要保护也是保护我 我告诉你 你不许再来骚扰他 听见没有 跟我斗 我可是鱼皇 莫名其妙高兴什么呢 恳慌乐意 子鱼 你是不是偷偷接我电话了 你到底跟他说了什么 现在承熙疯狂跟我道歉 谁偷接你电话了 我好好待在这儿 你电话自己要响 你去哪儿 加班 周六还要加班 当然了 我这么辛苦都是为了谁 你确定是 为了我 你说这些话 你良心不痛吗 那你敢不敢保证 只要我拿到三个吻 你就再也不去见他 幼稚 你看你看你就是心里有鬼 谁心里有鬼了 不见就不见 我还不用打苦工呢 好 不就三个吻吗 本华现在就去先给你看 我每天都会进行样门采集 不见错 今天的严度 确实有些不成 好 实际 上车 那拖出来的是什么 我家里有一条特别大 特别难养的鱼 我终于找到了 你干嘛 鱼尾巴差点露出来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 要你管 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我跟你说 你可再也不能去见他了 见不见他现在重要吗 要是被人发现你的真实身份 你才会怎么样 怎么样 轻则把你做成生鱼片 重则 福尔玛林让你当水喝 我乐意 你什么态度啊 何着就我一个人在瞎操心 哎呀 你真生气了 小曼 你看 你看看这是什么呀 什么 我姐走的时候 给我留了一张购物卡 别生气了 我带你去买礼物 你陪我一起去嘛 我不要 我答应你 我以后做事 一定小心谨慎 作为补偿 我陪你去逛街 逛到你满意为止 好不好 走啊 不花钱够了 也太爽了吧 可爱吗 干 干嘛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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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一下 你看嘛 不可爱 你说小孩子嘛 幼稚死了 我猜不戴 太戴不戴了 真可爱 怎么办 你亲爱的我多想要 我们一人一个好不好 好啊 只要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啊 你 今天 我都想要 好啊 只要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啊 你看 我吃了 现在 我来讲 不给你 我来就 Fly 我体面 我好 那你 我来 我来 你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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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暖茶 小曼 我任务完成了 但是我还不想走 我觉得 我 不是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到家 谁就赢 输的那个 答应赢的那个一件事 又是 来吧 简敲 简直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人鱼是一种长着人生一味的神秘水上洞 都生活在海人的水域之中 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跑掉 你又要去见他吗 你放心 我说话算话 我继续要办点事 你要是不信 可以陪我去 谁不信啊 快点回来 我在家等你啊 下雨啊 不知道那家伙也没有带死啊 行了 亲爱的 你怎么来了 我来给你送伞的 离我近点 别闻事了 你为我冒雨啊 我真的好感动 下这么大雨 刮这么大风 我既然冒着露尾巴的风险 去送一把小小的伞 怎么会有我这么顽毛可爱的鱼 江小曼 江小曼 你怕是要感动哭了吧 小曼 关于海洋馆的一些事情 我想再找你聊一下 学长 刚好我也有事想和你说 你说 怎么 突然想要辞职了 对不起学长 我最近 忙着毕业的事情 而且我的作品还没有完成 所以 可能没有时间 再去海洋馆做兼职了 我明白了 好吧 好吧 我接受 这就可以了 后续的事情 我会帮你处理的 不用你担心了 太谢谢学长了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还那么照顾我 没关系的 上次的 上次的那个男生 是 学长 我还想跟你解释赖着 那个男孩子 是我房东 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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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这个人 从小在国外长大 所以呢 性格特别直接 学长 你千万不要介意 昨天那个亲吻 就像是亲面礼那样 好吧 学长 我一会儿还有事 可能得先走 好 学长 再见 你的喜客 我没想 还不提 小曼 学长 我想你没有带伞 来送你一下 谢谢学长 走吧 又骗我了 以后想要来海洋馆玩画 可以随时来找我 好啊好啊 一定 学校有什么事的话 也都可以来随时找我 你说 他们要是知道 校园男神这么乐于主人 你会不会忙死啊 我可从来没有对别人说不知情 我们快走吧 一会儿雨下大了 学长 你今天 怎么那么奇怪 小曼 我有话想对你说 以前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所以就一直拖着 现在你要走了 我再也不说出来 就来不及了 小曼 我喜欢你 从此以后 再接受爱别人的彷徨 好想借给你肩膀 让你大声哭一唱 每当我 靠近你的时候 你总是煎熬 你认为这个世界全都是黄 才让你的伤 樹里高的 署長 對不起 我都喜歡那個 是他 沒關系 我還可以坐吧 讓我送你們去 對不起學長 你再送我到這吧 你可以走回去就好了 水星我回來了 人呢 又跑哪去了 你不是說在家等我嗎 小曼 我走了 又搞什麼花樣 這是怎麼了 他今天怎麼這麼傷心 你到底到哪去了 怎麼還不回來 任務完成了 你不會真的就這麼回去了吧 還是說 有急事要辦 很快就回來 你還會回來嗎 其實 我留下來是為了保護你 你在門口 有猛獸 小貓咪 是你呀 我做的小魚乾那麼小 把你都吸引來了 你都來了 他怎麼還不回來呢 說走就走 連個招呼都不打 小貓咪 小貓咪 上次 是你把他帶到我這兒的 那 拜託你 這次也把他找回來好嗎 你要是把他找回來 我就把小魚乾都給你 那你答應我啦 那你答應我啦 這怎麼了 小貓咪和程西在一起 和程西在一起嗎 你該不會是被趕出來了吧 敢欺負阿娜托利月亮的弟弟 走 帶你去出入氣 說什麼氣 那待著沒意思 就自己回來了 沒給錢丟人就好 你們嘴上說著 是為了我才去的海洋館 任務都已經完成了 他還要去 本皇哪裡比不上那個人類了 在家待著看我還不夠嗎 每天我走的時候 他們還打著一把傘 你喜歡他 不過聽你剛才的意思 他這麼不在乎你的感受 你還喜歡他幹嗎 不關他的事 他那麼蠢 哪能想到 那天下雨我會出門去找他 看來你喜歡的還不親呢 你又在這胡說什麼呢 我的任務目標是程西 那你換成小曼不就好了 這還能換 對啊 你喜歡就行啊 不是你告訴我說 程西是我的真心人嗎 我 說過嗎 對啊 你說過 你忘了嗎 小時候我們遇到過一個小孩 我把他拍暈了 然後你說 人類身上都有特殊的味道 你讓我記住他 你還說 他會成為我的真心人 那個小孩就是程西 啊 好像是有那麼回事啊 所以 阿納托利月 你耍我 哎呀 小時候開玩笑說的啦 我哪知道你會記到現在 太天真了心情 你現在自己喜歡的真心人是誰 你還不知道嗎 那現在怎麼辦 喜歡這件事情嗎 如果不說出來 就一點意義都沒有 星星快點走 別讓你的真心人成為別人的女孩 來 誰啊 誰那麼無聊 星星成本 有些人是誰 穿下來 和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 叫 這裡 激烈 歹墊 從此 你不再接受愛意 你不再接受愛意 走开 就不走开 还给我 这画的谁啊 怎么长得跟本花一样好看啊 还给我 不给 谁拿到就是谁的 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回来就当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 你是不是应该和我说句对不起 那你是不是也该跟我说声对不起啊 为什么 明明说好的再也不见他 出了门跑得比谁都快 还有两个人共同打一巴散 所以 那天 你去找我了 雨那么大 风那么急 路上还总有车子飙水 我 我冒着了尾巴的风险 就为了送一把小小的伞 差点就 你 你抱这么紧干嘛 本黄刚从东海游过来的 累死我了 要不要 看看我给你带的礼物 嗯 道歉哪有空手来的 我专门为你准备的 保证你喜欢 是吗 自 行 车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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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怎么样 这可是本桓为你精挑细选的皇族自行车 两个人骑 骑一天都不会累 别愣着了 快来啊 注意了 我要加速了 你可别偷懒啊 怎么越来越重啊 快来 前前 前 前 快来 前 干吗 快跑 快跑 干吗 你跑什么 性自行车又不会被抓 我翻船进来的 刚才差点就被他抓到了 他认识我 别出声儿 还要躲多久啊 一会儿 你 你别靠我那么近 我不习惯 瞎说 明明就很习惯 同学 你们不是这个的学生吗 老师对不起 我们走错教室了 这儿是什么 拼图 前段时间你不在 我买回来自己玩的 正好 你陪我玩会儿呗 幼不幼稚啊 本皇才不可能玩这种东西 嗯 是 很像 也在ic 老师 这儿肯定是拼在这儿 对不对 你看看啊 你看看学着点儿 嗯 这个 不可 太难了 你好玩吗 你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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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愿意 你不愿意 是 最好 不愿意 很不愿意 你不愿意 这个 我 我 你把眼睛闭上 把手给我 什么呀 不会是狗链吧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睁开吧 这是什么 手表 这里面有定位系统 和我的手机是连着的 以后就算我出远门 也可以随时找到你 所以 你不要再像上次那样 一走了之了 真好看 我不会再离开你的 掌握的知识越多 就越容易成功 这本《人鱼成人》三十六部 帮你更快成为一个合格的伴侣 人类都要挣钱养家 那我去哪儿挣呢 你别跟着我行不行 该找谁找谁 这次这个真的是我妹妹 都顺一块了还解释呢 你拿这个嘛 等一下 他不能喝酒 你别喝了 到时候又该难受了 你们店换电源了 我新来的 今天第一天上班 难怪 之前是个又老又凶的女人 还是你态度好些 态度什么来着 江小曼 你说那个女生叫什么名字 江小曼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她真是我妹妹 这个我们不要 她说要啊 她说要啊 我没说要啊 怎么连你也 耍我男朋友的钱 好的宝宝 没事啊 江小曼 我一定会投诉你 我还投诉他了 所以记得特别清楚 还好他不在了 不然 我怎么会遇见一个 这么好看的小哥哥呢 你们在吵架 你们在吵架 他根本就不懂我 真可惜 我要是早点认识你就好了 喂 走了 别生气了 我把他删了还不行吗 以后不可能来往了 我要和你分手 你听我解释 别拉我 小哥哥 小哥哥 我等你很久了 我跟他已经分手了 现在我单身 要不是 你把这家店之前的店员 投诉走 我也不会得到 现在这份工作呀 对啊 所以 我们还挺有缘的 确实 那 你看着我的眼睛 你好会撩 有鬼 吓死你 谁让你欺负本黄的女人 虽然她平时总惹我生气 关键时刻 还是要宠着 再来一个粉色的 想到我们以后呢 一起吃饭 散步 接她回家 一起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最重要的是 我们还特别相爱 感觉真幸福 小曼回来看到 一定特别满意这个惊喜 是刚几点 这么早就回来了 摄走 再拍呢 哇 啊 哦 哦 水星,我回来了 跟我玩捉迷藏呢 我开始留下来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播 抱歉 您的订阅员已经忙碌了 怎么不接电话 我刚好有个礼物要送给你 你把眼睛闭上 把手给我 这里面 有一块定位器 和我的手机是连着的 以后 就算我出院了 也可以随时找到 我得定位一下 找找他在哪 能够存货下来的吗 不是最紧 不是最聪明 而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 我研究了海洋生物症 终于扰着 这个地方 就是我 知道吗 是我的人 真好心肆也不够 抱歉 我 定位显示是这里 大晚上 他把我这儿来干什么 啊 其实我小时候见过你 只不过当时你把我培育了 你把我培育了 后来 我心目之后 告诉别人 我说我见过人鱼 我说我真的见过 可是没有一个人相信 现在我终于能够证明我自己 也敢说我 没有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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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我该怎么救他 冷静冷静 一定有办法 水星 水星 你不要怕 我现在就救你出来 慢点 水星 马上就没事了 小曼 把他给我 我不会让你伤害他的 你误会了 我是不会伤害他 从小时候第一次见到人 到研究海洋生物这么多人 我等的就是这一天 能再次见到他 你知道我是为什么要研究海洋生物 就是因为我坚信海里还有很多未知的秘密 就包括人鱼 你知道发现人鱼意味着什么 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狠字 以前 我以为人鱼 我以为人鱼只是出现在故事 直到我遇到水星 我才知道 我才知道 是我活在童话里 人鱼不是你可以拿来做实验的动物 它跟我们是一样的 所以程鲜 不应该是由你来发现人鱼 而是应该由人鱼自己来决定 它应不应该被这个世界所发现 小曼 它跟我不一样 快把它给我 小曼 你先走 它不会伤害你的 我不会丢下你的 它对于我 还有整个海洋生物研究的领域都非常重要 由了它 研究将会进步一大计 别白费一些 我不可能让你跑掉 明天 我就要向所有人正视你的存在 没事 我不疼 笨蛋 这次 我们要是能逃出去 你就回海里去吧 他已经发现你了 别再伤了 出来吧 我看见你们 以前我不懂你们人类的情感 说不出我对你的喜欢 我努力寻找真心人 兜兜转转才发现真心人就在眼前 前面已经没有人了 还是乖乖任命个人平时 小曼 你相信我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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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你只要不狮子大开口就行 我现在还想不出来 等我想到的时候再告诉你 你还签我一个月定 你千万不要忘了 别害怕 有我 亲爱的水中皇族 水星 今晚的月亮特别美 我想不到可以告诉谁 我看见人群中 有人穿和你一样的衣服 一路跟随 我希望他回过头来 也有和你一样的脸 爱你的小曼 哪有什么水中皇族 爱你的小曼 不许给自己加写 原来 我寄给你的瓶子 你都有收到 当然了 你说的每句话 我都能听到 不许在看了 王子从头上取下金王冠 把她带到人羽公主的头上 她问公主愿不愿意做她的妻子 公主答应了这位英俊王子的请求 王子高兴地亲了公主一下 从此公主就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而我和水星一起经历了这么多 也终于在磕磕绊绊中 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真心人 而你呢 你找到你的真心人了吗 好想借给你肩膀 让你踏身 故意 好想借给你肩膀